我們把下面的時間教給 這個時間經典 謝謝謝謝 Hallelujah 感謝主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有很多Best是不是 Best可不可以舉下手 我們掌聲給這些Best好不好 You are the best 感謝主 那我們跟隔壁的弟兄姊妹說 願你的福杯滿意 還要補一句 意到我這邊來 Hallelujah 我在台上是最過癮的那位 我真的是要願你們每一位 全部的人的福杯都滿意 全部都意到我這邊來 Amen Hallelujah 我們給我們的 萬金之夜 和一分鐘的大大的熱烈的掌聲 可以嗎 Hallelujah 天父我們讚美你 天父謝謝你 當我們敬拜你的時候 你把你的寶座設立在我們當中 耶穌基督 謝謝你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 使我們在這個世上 我們永恆當中所需要的一切 你都預備了給我們 圣灵謝謝你在這裡運行 你知道我們每一位的需要 你跟我們講話 你給我們啟示 你給我們鼓勵 你來充滿我們 圣灵也願意來做醫治的工作 感恩讚美你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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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啊 我醒了 昨天睡得不夠啊 大家都醒了 Amen 跟隔壁說 你問隔壁 你醒了嗎 感謝主 那我們一起来读一段 我非常非常喜歡的這段經文 我覺得這段經文呢 魔鬼呢 很怕我們知道 但是我們呢 不停的都提醒這段經文 耶穌基督為什麼來 很多時候人家都搞不太清楚 耶穌基督喜歡 讓這個自殘 而來到這個世上 不是的 他來有一個原因 我們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們一起来读 大聲來读好不好 一二三 无非要勾結 殺害 委壞 我來 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豐盛 感謝主啊 也謝謝劉牧師 也謝謝恩寵 我很喜歡恩寵這兩個字 很多人信了主 還是很苦呢 信了二十年 我信了主 我得到他的恩寵 所以呢 其實我去到哪裡 我也希望呢 我分享完之後 我的弟兄姊妹們 都要進入這個恩寵之路啊 Amen 再給你們這個教會 一個掌聲好不好 恩寵教會 太棒了 恩寵你那堂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從小就被恩寵長大的 也謝謝教會呢 邀請我給我一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我個人的見證 你們聽了以後你知道是 我是被恩寵的環境 這樣子的扶起來的 扶持起來的 我來自呢 一個非常傳統的 中國人的家庭 我爺爺那時候在越南做生意 為什麼傳統呢 原來我爺爺呢 我小的時候我覺得很自然 長大才覺得說 好奇怪 但那時候是很自然的 我家裡呢 有兩個祖母 大祖母 二祖母 奇怪 就兩個字母 那兩個都是我爺爺的太太 都住在一起 有時候聽到他們會吵架 那這個生氣啊 那個就 反正就是 奶奶嘛 另外一個就不跟他講話 一個禮拜 這樣子的 一個家庭成長 我是最大的 長孫 所以呢我爺爺呢 非常的疼我 那從小到大呢 是這樣子的 我看到我的大祖母呢 有時候就帶我去佛堂 她是一個非常虔誠 吃素的佛教徒 之後呢我二祖母呢 又帶我到那個 這個巷子 或者那個巷子呢 那些廟宇裡面呢 黑黑的 然後那些神呢 長得很奇怪的 去那邊拜拜 有時候他會買一些燒肉啊 買一些東西啊 去去拜 那我父母呢 就常跟我講說 哎呀我告訴你 不要迷信 什麼都不要信 所以呢 當我成長過 過程呢 我就要了解 那我父母是信什麼 我父母是信錢 所以呢我生產在一個家庭裡面 有佛教徒 有道教徒 跟有錢教徒 只相信錢 那很現實 那我就一直注意 我在注意的時候說 當佛教徒 我祖母他沒有錢的時候 當道教徒沒有錢的時候 他去找誰呢 原來他沒有辦法去找他們的神 他來找我爸媽 他找錢教徒 所以錢教徒最厲害 從那個時候開始呢 我就覺得 錢跟成功 是很厲害的 我18歲 在美國 读大學 那我去读大學的時候呢 剛認識一個朋友 那就 我們就 很快就當成 當上蠻好的朋友 結果 我們就討論了一個話題 人從哪來 這個話題 那就 當然 我們都有念過 高中的時候 都有念到進化論 但是呢 我這個朋友 考進去一個 算當初是蠻出名 蠻難考進去的大學 他說 不 人啊 是從亞當跟夏娃 這樣子生出來的 他說有一個神 那個神造了一個人 叫亞當 然後再造了一個夏娃 然後呢 他們呢 再生人 然後生生生生 生到我們 我看著他 我說 這個小子沒有讀書 怎麼可以考進來這個大學呢 連進化論 他都沒有練過 都沒有考過士 我們當然是從猴子 變出來的啦 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繼續當 很好的朋友 他呢 就想 帶我去教會 結果我就沒有去 我反而把他帶了去 夜總會 同時候一起練書的時候 我們拿同一科 同一班 然後 一起很勤勞地讀書 然後也一起在作弊 考試都是一起作弊 但是 每一次 他考的都 每一次都考得比我好 我總覺得 我照照鏡子 然後我看看他 我總覺得我比他聰明 但是呢 一直搞不清楚 為什麼 每一次 一樣 一樣在練 一樣作弊 他抄我的 我抄他的 有時候還被 這個教授抓到呢 把我們分開 那不管怎麼樣 還是他考得比我好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 原來他的祖先呢 是人 我的祖先是猴子啊 就輸給他一點點 現在才知道 那個時候不知道 我在法國讀書 然後到美國讀書 那從小到大 我一直 覺得 這麼多宗教 給人選 怎麼有一些 這麼奇怪的 被稱為基督徒 去選基督教呢 我就覺得說 這麼多神給他們選 他們為什麼要選一個 脫光光的 沒飯吃的 瘦的兩排排骨 再挂在他們的十字架上呢 我說你看 我們傳統的這個 這個宗教 我們華人傳統 隨便找一個神出來 比如說 找這個關公就好了 你看他吃得飽飽的 肚子大大的 臉紅紅的 那個是膽固醇膏的時候 三高啊他 拿了一把關刀 多威猛啊 他們怎麼會這群人怎麼會 看起來一群真的是不怎麼樣 看起來好像不激進的人 好像不在 在社會當中不是很出色的 這些人每個禮拜天 一早就起來排隊進入教會 我一直搞不懂 還加上非常虛偽的一群人 就是說我總覺得 他們那些 他們那些善良那些好 絕對是裝出來的 假的 不可能 我是這麼的認為 基督徒 還加上這些基督徒 動不動就說天堂 又說地獄 然後說他們去的是天堂 我們這些人去的就是地獄 那是我對這個基督教 這個宗教是排到最後的 講回來呢 同樣的時候 我父母都教導我 如何追求成功 我爸爸從小到大 他跟我們講一些故事 講說某某人 他們家很窮 鞋子都沒得穿 他很勤勞 做事 他沒有書讀 但是他白手起家 我聽了那個故事 非常的感動 我21歲的時候 我父親就說 聽說你在大學 這個早上睡覺 晚上都不睡覺 那你們晚上呢 早上睡覺不上課 你晚上都去哪裡 那他一直在 其實他知道我都去哪裡 晚上 我不是說嗎 這個人家傳道給我 我也傳道給人家 要帶人家去這個夜總會 所以晚上都在外面混 我父親說 我21歲 我父親說 你出來吧 做生意吧 反正我灌輸你這麼多 就是你要你事業成功 那個時候呢 我父親呢 突然 突然 給我 10萬塊美金 那時候的10萬塊美金呢 那時候我21歲 那時候10萬塊美金呢 就等於現在的 50萬美金 很大 15006百萬台幣 我拿了這10萬 他說你去做生意 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生意 但是我是充滿信心的人 因為我聽我父親呢 講的那些成功的人士 他們是沒書讀 又窮 又不怎麼樣 但是呢 我看到我自己 我看到我自己 我說 我父親栽培 我在法國讀書 在美國讀書 還有進入好的大學 我這個 也是一個勤勞的人 那 我又比他們帥 那時候頭髮比較多 我又有錢 我父親給我錢 我父親給我錢 那我一定成功 比那些人還要快 果然 真的是 兩年之內 不出所聊 我公司倒閉了 我開始出來做 兩年之內 把錢 虧光 不只是虧光 我還欠了 虧錢當中 我欠了 外面很多錢 那個過程 我還跟我父親的公司 再借了50萬美金 那時候的50萬美金 就等於現在的350萬美金 就是一億多 一個 那時候 我23歲 我23歲 就背著滿身什麼呢 滿身財物 我當初是一個非常有自信 很愛講話 非常正面的一個人 突然變成一個 在家裡不講話的 安安靜靜 我家人都很緊張 有兩個禮拜 那個公司倒閉的時候 才發現 哇 債主追你錢啊 然後身上又沒有錢啊 然後每天起來都不知道 是面對什麼 有那種感覺 我記得我姐姐呢 我有天坐在椅子那邊 沒有講話 坐在一個沙發那邊 沒有講話 她就過來跟我講 她說 你不要胡思亂想 不要亂做傻事 她想說 可能我會跳樓 突然變了一個人 那我想完了 這次欠了這麼多錢 又欠了爸爸這麼多錢 那最 最奇怪的是我爸媽 就到家裡看到 都不提這個事情 不提 有一天我父親呢 就叫我說 他說來來來來 我 你跟我一起去公司 他叫我上他的車子 我說終於他要開口 看怎麼說我了 因為我不只是把他給我那一百萬 虧掉 我跟他公司借的五十萬也虧掉 然後外面還欠了很多錢 那人家你也知道嘛 做生意 兒子欠錢 沒有錢 找誰呢 你知道嗎 債主 電話打到我爸那邊 我說好 我如果就坐在旁邊 我就聽聽看他會說什麼 我想我也蠻緊張的 但是我也 那個時候無所謂啦 反正 對人生 一點 就太 感覺是苦短的 我父親在車上開開車 他就說 兒子 你是百年難得的一個人才啊 沒有人可以虧錢虧這麼快的 他說 是這樣子的 出來做生意 絕對 遇到阻礙的事情 遇到失敗的事 其實跌倒 年輕的時候跌倒是最好的 不要等到六七十歲的時候才跌倒 那個時候就爬不起來了 他就說 再來吧兒子 我聽了他這麼講之後 我就開始笑了 你知道嗎 我的信心啊 再次充滿 弟兄姊妹們 我父親不是一個基督徒 我父親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商人 他 但是他 在對的時候 都會講到對的話 同樣的 同樣的 其實我們天上的父親 我們這位上帝 都會跟我們講同樣的話 只是我們聽得到 還是聽不到而已 這個話 上帝跟我們說 每天跟我們說 你可以 你可以重來 你可以重來 我們跟隔壁說 你可以重來 每天 加上打電動玩具一樣 重新開始的那一天 是從那個 從那一刻開始算 之前的不算 也是这样子 我就开始重来 我第一个生意是做玩具的 所以我开始重来的时候 也是做玩具 那时候有一个厂商 第一次跟我合作的厂商 看到我失败 他也很年轻 他看好我 他是开工厂的 继续跟我合作 出货给我去卖 感谢主 我很用功在做 两年之内 我把亏掉的钱赚回来 欠人家的钱还清 欠我父亲公司的钱 完全还清 我当初我才发现说 原来有知识或者聪明 加上勤劳是不够的 要加上什么呢 经验 第一次 第二次我在做的时候 我第一次失败累积的经验 可以运用在 我第二次 第一次 的创业 那个时候我很年轻 我就可以给自己买跑车 不是爸爸给我钱买 我是自己 对不起 我女朋友不止一个 我出去都是我在请吃饭 我的朋友 他们刚好大学毕业 头几年在上班 那个 我一个晚上可以花 他们一个月的薪水的钱 那他们就看到我呢 也很羡慕 那个时候我是自信 膨胀的时候 我称为叫做大冒险者的一个人 我从加州公司去收购一家美国 很有历史的玩具公司 快倒闭的公司 我去把他们收购下来 之后不只是这样子 我在墨西哥开公司 我在巴拉圭开公司 我在秘鲁开公司 我在巴西开公司 我在香港开公司 但是 那个时候很不得了啦 二十几岁 这么多公司 我总觉得我走的时候 有风跟着我走 这边有风一转外 那边也风跟着我走 很了不起 长辈看了说 哇 这个很厉害 同辈看了 就觉得我很厉害 我也觉得 我照照镜子 觉得非常厉害 我自己 那 过不久 问题开始出来了 管理不来 公司呢 管理上出状况 这个 风险控管 又没有 然后呢 南美洲 每个国家 突然都贬值 客户呢 不付钱 货呢 出来呢 有一些有问题 搞到最后 一家 一家 一家公司 都要倒闭 非常难过 我说 我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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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历 我有 聪明 我有努力 我又有经验 怎么会 开始有这些事情呢 发生在我身上 我寻找 可能缺乏 一个东西 那个时候 我就找人呢 找我的朋友 从香港 他是在香港 在电视上 是帮一些名人 明星呢 算命的 有节目 我说 你飞过来 他飞过来 就帮我了 算命 看风水 我看到什么庙 谁说哪里好 我就败 我就是 反正要想尽办法 救自己 因为呢 只剩下 两个公司 全部都倒闭了 只剩下两个公司 一个在香港 一个在美国 我希望 可以找到一个元素 来救到自己 他来了 哎呀 教我 这边摆什么 那个东西怎么摆 他也帮我算命 弄了很多 我说 我们大家是朋友 是朋友 你坦白跟我讲 告诉我 你又算命 又摆风水 那摆风水说 你这年不好 我要这样子摆 或者你是 这个 是跟什么会冲的 要怎么摆 那 我说那到底 是命盘重要呢 还是风水重要 他就偷偷告诉我 他说 命不好 命衰的人 我告诉你 怎么摆 都不好的 那不是骗钱吗 他对我真坦白 那个时候 我想说 哎呀 吃树吧 拜佛吧 我有个朋友 刚好是学禅的 他就带我去学禅 反正 就都弄 弄到最后 美国公司 还是要关掉 倒闭 我已经觉得 走投无路了 那刚好呢 有一天就坐在那里 一直在想 下一步怎么办 有什么能帮助我 才发现呢 我的书柜上面 有一本书 黑色的 对 是一个基督徒 非常漂亮 非常有学问的 女孩子 几年前 送给我的 她送给我的时候 她就说 这是我 在世上能给你的 我的最宝贵的礼物 其实我还没有 打开的时候 我在想说 哇 宝贵的礼物 女孩子送给我 难道是她的 内衣内裤吗 但是拿起来又蛮重的 什么东西 因为打开呢 是一本圣经 你知道呢 我对基督教什么看法 一本圣经我就拿起来 我就放在那里之后 再也不打电话给她了 但是也是 你像我看到这本黑色的书 我就拿下来看 就看呢 我从第一页开始看 第一页看 看看 我从九月开始看 看看我看到最后 我喜欢啊 我说哎呀 难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宗教啊 男人可以娶这么多老婆啊 可以生这么多小孩啊 我说这些牧师不早讲 早讲我就不会这样子看你们了吗 到最后是不是这回事 看到新约的时候不是这回事 但是看旧约的时候非常有兴趣 继续看 继续看下去 我边看啊 我边跟神讲话 我说 我说哎 上帝如果你是真的 我呢 不贪心 大卫七八个太太 还杀了人家的老公 我不会 我不会杀人家的老公 你给我四个就够了 那我也一样 我跟你圣经里面讲的 我很喜欢小孩 所以我要生很多小孩 我就 也没有信啊 只是这样子讲话看 那有些看不懂 看不懂我怎么办呢 我都 这个 每个礼拜天 随便我去到哪里 附近有教会 我问有没有教会 有的话 我就会去 做到最后一排 或者最后第二排 我偏偏都会选 快唱完诗歌的时候 才进去 我就很无聊 这批人一天到 都唱歌 都进去 那就听 牧师 讲道 会发现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 一个这个 气氛 因为呢 有些牧师 讲道的时候 他讲完道 大家走 就像一个小时 这样的二十分钟一样 真棒这个地方 有时候呢 一些牧师一开口 一讲道 哇 一半的人就睡觉 哇 他的声音 真的是 真的是很有恩高 一出来 下面就开始睡 我就在观察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都 这个坚持的 去学习 我边学习 那时候我边 创第三次创业 那 我能学习多少 我认同的 圣经里面讲的 我改变我自己 这个创业过程 我觉得 圣经里很多方面 是一种提醒 从旧约里面 看到我们的神 真的是 全能的神 创造宇宙万物的 这样子的 不得了的万君之耶和 如果他帮我一下 我就不得了 那希望他帮我一下的话 那我尽量跟着 他的话语 教导我 怎么去做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知道 很多人 认为这个 是运气 但是我尝过了 运啊 有好的时候 有不好的时候 所以很多出来 做事业的人 或者甚至只是上班的人 他会经历运好的时候 跟运不好的时候 我也经历过 好的时候 开跑车 天天吃好的 去好的地方 但运不好的时候 就不好 运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有三年的好运 若是三秒钟坏运 被巴士撞你一下 你就完蛋了 是不是 三秒钟就够了 也是因此 我要寻找 一个不只是运气 我看圣经 那时候我没有要信主 我只是看 所以我是活在 这是什么一个过程 我是活在 就是说 早上去教会 晚上去夜总会 但是就是这样子 有没有改变呢 有啊 我边看圣经 边得到的一种 我没有办法解释的平安 我有个朋友 他告诉我 你知道吗 他说 虽运 坏的事情来的话 是连环三次 那我想说 我失败了一次 我失败了第二次 我现在创业第三次的时候 我已经很紧张 连环三次 我承受不了多一次 不管怎么样 我就看 每天看的圣经 我决定了 我说我把圣经第一一个字 看到最后一个字 若有神 那我找到他 若没有神 最少这些基督徒来跟我讲耶稣 我一定跟他们辩论 辩论赢过他们 我相信这些基督徒 整本圣经 一定没有看完 也是这样子 过了一阵子 我的事业开始稳固 那稳固是很难讲的稳固 总觉得说 我可以做生意 而不需要再冒太大的风险 来做生意 以前呢 看到人家跑了这么远 比我们做了这么成功 我就一直要冒风险去 追上去 圣经可以帮助我 还是往那方面走 但是是慢慢的 很平安的 很平安的走 一直到2002年 我有一次 也是跟客人 朋友去夜总会 夜总会 那坐在旁边的小姐 我们聊聊天 然后最后她说 你是基督徒吧 我吓一跳 难道我讲话 讲一讲 会让人家觉得 我是基督徒吗 我说 我就不好意思 我就不好意思 但是我心里面 没有要当基督徒 因为呢 我常瞧不起基督徒 然后 我觉得基督徒 根本是很虚假的 那我怎么可以 当一个虚假的人呢 是不是 圣经所要求的 我不可能完全做得到 等我有哪一天 很有决心 能做得到 我也相信我能做得到 我才去当基督徒 其实这个问题啊 从我看圣经 我1997年 看圣经 看到 2000年的过程 我就是有一种 很大的 很大的挣扎 然后呢 我常被朋友笑 说 她 是啊 她是半个基督徒啊 我听起来还不错 半个 她说是啊 她是上半生 是基督徒 下半生不是啊 很挣扎 听得下去 一直到 有一天 我听到一篇道 说 当你认为 你已经够一百分的时候 你不需要耶稣了 耶稣来 是要为那些 零分的人 来呼召他们 不只是一个零 是两个零分的人 我看 我就是那两个零分的人 对 你是一百分的话 你不需要耶稣了 需要耶稣是那些 知道自己 分数不够的人 他说 你一个鸭蛋 两个鸭蛋 但是你让耶稣 站在你旁边 他就是一 你就是两个零 你们加起来就一百分了 给我们耶稣一个掌声 好不好 也是 这样子 能信我 原来我搞清楚了 我弄清楚了 失败者 缺乏者 糊里糊涂者 骄傲者 犯罪者 都能来到耶稣宝座前 他来 他来 就是要救这些人 医生来 是要医有病的人 认为没病的人 不需要耶稣了 圣经是这么讲的 也是那个时候 我2002年 我圣经看完了 我圣经2000年 我还写下来 我圣经是在2000年4月 4月 看完了 2000年4月16号 11点30分 看完圣经 但我没有信 不敢 不敢 完全成为一个基督徒 希望说 如果我有一天 能做得很好 我又有决心 继续做得好的话 我才相信 但是当那篇道 来让我的灵魂 苏醒的时候 2002年 我决定信耶稣 我决定受洗 受完洗之后 心里面就有一个感觉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 从我从小到大 我没有完全信的 我去拜什么都好 我都是试试看 但是呢 我去到一个地步 我说这个 我跟上帝 这个关系 我不能试试看 我要完完全全的相信 但是我又知道 在我心里面 我没有完全相信 因为 我活在2000年之后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2000年之后 我说上帝 你不能怪我 当初耶稣基督的门徒 可以跟耶稣基督在一起 看到他所做的神迹奇事 碰过他 知道他 一起吃饭 甚至一起在河边洗澡 我没有 之后圣经就说 他死了在十字架上 埋葬 三天后 复活 不只是复活 他升天了 那升天了我就看不到 那我有一次跟 跟这个 朋友 基督徒吃饭 我说 哎呀 我要告诉你们 我 我秀了喜 我信了主 但是 我跟神要一个证明 你要证明 你的存在 你要让我知道 使我 你要帮我 让我的心 百分百 不管怎么样 都要相信你 但是没有办法 那种信 就是凭感觉 凭猜一下 凭说 哎呀 是吧 那 我 人家看到我有改变 我就受喜吧 我也不能这样子 做半个基督徒 那耶稣就是要我 这种人好了 但是 那个时候 我没有百分之百 让我觉得说 我这辈子 只有一样的事情 完全信 那之后呢 有一个姊妹 就介绍我 去 她说 那你 哪一天 哪一个晚上 我给你一个地址 你去那个聚会 我就去了 我第一次 去到这样子的聚会的 原来呢 是灵恩派的聚会 灵恩派聚会 然后灵恩派的特会 圣灵充满 医治释放赶鬼的会 她什么都没有告诉我 她说 只要我就来 我来呢 就从那个门 就走 走 走过来 哇 听到那种敬拜的音乐 很 很 很棒 哇 整个气氛很好 但是呢 我就看到呢 有个人就开始呢 发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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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带 这个 这个塑胶带 给每个人 那过不久 她的 他们的牧者也讲话 说 圣灵来了 哇 就有人这样子 又叫啊 又喊啊 又吐啊 又滚来滚去 又说什么东西啊 哇 乱七八糟 就开始 之后 我说好吧 那 看有什么事情 会发生在我身上 然后他就说 这就是圣灵 全部的人都乱七八糟 只有我是最正常的人 也没什么事情发生 就回去 之后 再有这种 灵恩的 聚会 我也去了 哦 那个牧者 多有恩膏啊 他这样子 是不是倒啊 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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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边 有一个人站在那里 没有倒 充满的恩膏 充满的恩膏 那边 有一个人 后面有一群 还没有倒 充满的恩膏 他去到我那里 去到了我那里 然后他 按着我 我这样子 然后就 又起来 他把我推下去 我又起来 然后他很大声的 我还是站在那边 然后我张开眼睛 我看 哇 全部都倒了 我没有倒 我说神啊 你公平一点嘛 我觉得是有一些假的 但是有一些绝对 不是假的吧 那刚好呢 我信主之后 发现我旁边的人 很久没有联络的人 也信主 有一位呢 他是这个 台北领域堂 他就带我去台北领域 他说你们去 那边是对圣灵开放的 你需要寻找到圣灵 我跟你讲 我就在那边去 但是呢 现在赞美的时候 在我旁边这个 赞美赞美赞美的时候 突然他就 我就看着他 干嘛 你以为你这样子 就讲天使的话吗 但是我也要 我很想要 当他安静下来的时候 我突然说 那我也大声叫 我也把他吓倒了 但是也没有被圣灵充满 没有 所以有一次 去到士林领埃堂 士林领埃堂那时候 会堂很大 很好 他在铁皮屋的那个时候 我在下面 那也是搞这些圣灵充满的东西 然后牧师就说 圣经里面提到灵 灵是火 灵也是风 我说神啊 我要百分百相信 你看这么奇怪的这特会 我都愿意来 有机会我都会去 结果呢 这个 我就这边很安静 还有士林灵阳堂正常一点 这个灵阳堂正常 牧师只在台上 下面的人 就 有人真的是倒 倒了就有童工给他们盖一个被子 倒倒这样子 蛮温和的 我就在那边 哇 那个那天的敬拜的音乐 真的是非常温和 非常棒的 结果我就闭着眼 我说 圣灵 我知道前面 倒了 那边也倒 那边也倒 我知道你触摸他们 这边 圣灵 这边啊 这边 我告诉你们 突然 我感觉到风 从这边吹过 我说 终于到我 终于轮到我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倒呢 我就慢慢 转头过去 原来是一个姊妹被圣灵充满 就吹 吹到我头上 也是空空的回去 没有被充满 没有被充满 那时候 一直到有一天我在香港 在饭店 那时候还没有拆的 新世界的酒店 所以就睡觉 睡到12点多 凌晨12点多 就醒了 醒了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醒呢 但是醒的时候 感觉轻飘飘的 躺在床上 就好像 刚好要浮上来的感觉 奇怪 我不是躺着 当然要浮上来的感觉 我就拿圣经看 打开看 那圣经就放在我旁边 因为我每天都在看圣经 习惯 看 这句话是跟我讲的 然后说 碰巧吧 放另外 跳几页 你看 这句话跟我讲的 再看 这句话也跟我讲 整晚 加上圣经在跟我讲话 我觉得很怪 之后就去睡觉 第二天起床 起床还感觉轻飘飘 感觉我 不是我自己 然后 走过的 这个 这个 那时候呢 香港呢 很多人摆这些 卖报纸的地摊 有各种各样的杂志 然后呢 是这样子的 香港的男人呢 经过 对不对 他跟那个人很熟的 他一给他钱 对不对 那他就拿一份报纸 中间呢 就夹一本呢 这个社情杂志 这样包起来就给他的了 那就给他钱 他拿就走 这种香港当初的那种 习惯 那不管怎么 什么杂志 包括正常的杂志 都要放一个呢 非常露的 这个女生啊 在这个封面的 那时候 我经过 我都会看一下 那天我进外看 我就想吐 就奇怪了 走走走走走走 看了下一滩 一看 又想吐 那我就 奇怪 什么事情 那我去香港的 以前的7-11 都有在卖这种杂志的 我去那边看 一下 也想吐 好奇怪 是不是男人 危机开始 性无能的那种 发作 中年危机还是怎么样 好紧张 那 但是呢 我又觉得说 奇怪了 我为什么看这些人 在排队上公车 或者排队 上这个捷运地铁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 好像活在一个 生产线里面 整个东西 就好像 我好像是外星人 来在观察 人类的那种 那种想法 那个 我现在 才知道 那个时候 就是圣灵 充满我的时候 那 我那个时候呢 常去 中国大陆 深圳 然后坐火车 有一天呢 坐火车去 大陆的时候 有个女士 就坐在我旁边 然后这个女士呢 我看到她 脸有一些动刀 蛮漂亮 但是有动一些刀 可能是整容吧 那就跟她的 朋友 讲电话 讲电话 我都会听到 我都会听到 讲到最后 有个声音 告诉我说 传福音给她 我就想说 上帝如果 你跟我讲话的话 你要知道 我的身份 我是公司的董事长 不随便跟人家 讲话 拜托 还是女士 香港人 你不能跟她讲话的 他们不跟你讲话的 不像台湾人 还会讲两句 香港是 一个非常快速度 现实的 一个社会 就没有这种习惯 那会觉得你很奇怪 那 每一次门打开 到每一站门打开 我心就很着急 嗶嗶嗶嗶嗶 很糟 说 他下了车 怎么办 他下了车 怎么办 那个不是我 那个根本不是我 那又 又 开下一站 一打开 我又很着急 结果我就跟上帝商量 我说算是这样子 我呢 是不可能跟他讲话的 但是你逼着我这么做 我刚好包包里面有 手册 有福音单张 OK 因为 少年你知道我这样子 我这样子跟 他讲话的话 他以为 我是要 要把他 这个很不好意思 结果 结果 讲了很久 一站一站过之后 没有办法 很紧张 这时候我就好吧 我就给他单张 我就 拿了 一个单张 跟一个 香港人说 小姐 你听过耶稣吗 他说 追女孩子 是这样子追法的 他一定心里这么想 我也心里这么想 结果呢 结果 他拿了单张 他说 你讲是那个教会的 那个 那个 信耶稣的那个东西吗 我说是啊 跟着我不用讲话 都是他在问我 问题 他说我要告诉你 我每次经过他们 教会唱诗歌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不知道怎么感觉 我很想进去 我又不敢进去 他说我要告诉你 之后他就跟我讲 我根本不在不熟 他说 我告诉你 我单身 我的朋友都结婚了 然后呢 我跟他们很好 跟他们讲电话 他们单次呢 是这样子 我每一次呢 跟他们讲电话 讲讲讲 然后如果当他们说 不行了 我不能讲了 背后有孩子的声音 他说我不能讲了 改天他跟你讲 每次挂完电话 我突然的感觉 就非常的失落 其实 我最近有想到自杀 那 我说 我了解这个感觉 你不需要自杀 教会你可以进去 他说那要不要付会费 要不要填这个单张 我说不用 你就进去 人家就会欢迎你 你要相信我 刚好他是跟我 做到最后一战 最后一战 最后一战好吧 最后一战 最后一战之后呢 我就有个感动 很多人 香港人是走这一头 过移民局 我是拿护照的 就走那一头 走到这里 我说 他名字叫Coco 我说 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Coco 我说 我有个感动 我可不可以为你 做个祷告 我一开口为他做祷告 他就大声哭 哭了很多人 在看我们两个 他看我 我看他 很快 我随便祷告 把他祷告完之后 然后拿这个纸巾给他 他又擦 然后很多人看着我们 想说这两个 这对情人 就要搞分手 然后一祷告完 他也不好意思 我也不好意思 我们再没有讲话 他就从这边 很快冲过去 我从这边很快 就冲过去了 圣灵充满 有很多奇妙的事情 就开始在我身上 发生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六分钟是 还有六分钟 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 是在我身上不可能发生的 有一天 有一个长老会的牧师的儿子 的太太 认识我太太 然后他先生就不再信这个神 这位先生 他就 我太太就说 你跟这位叫James 见面吃个饭 一样 我也告诉他 我为什么不信主 我现在为什么信主 整个过程 讲到最后 我们在一个蛮高级的西餐厅 两个男人在吃饭的时候 我可以为你做个祷告吗 我就为他做祷告 一祷告 他就开始哭了 哭得很凄惨 那所有的服务师 看我们两个男人 要搞什么 在中国是不合法的 会被抓起来的 拿纸巾给他 感谢赞美主 之后他现在成为牧师了 赏赞给我们生 神迹奇事跟随着我 那个时候 上帝让我能百分百的相信他 不只是这样子 我继续 上帝知道我在追求什么 我在追求这个 之后 我有机会 学习到 在圣经里面的 成功之道 太多 都隐藏在这里 那里面呢 最重要的那个呢 就是当纳的十一 原来当纳的十一 不是十一奉献 不是一个奉献 哪是一个当纳 英文字呢 叫做 tithe tithing 跟offering 两个不一样的字 所以要分得很清楚 基督徒 我们身上 所有一切的十分之一 不是我们的 是上帝的 你把上帝的 归给上帝的话 你就看他怎么祝福你 我也是这样子 跟着这么做 尤其是钱不多的人 太好做 你知道吗 你口袋只有一百块 十块钱就可以搞定 是怕你有一天 有十一亿的时候 你会很难过的 但是这里谁 希望他以后的奉献 一年之一亿啊 谁希望 举下手吧 举下手 你们太聪明了 你们的当纳 若是一亿 你就不得了了 我们就往那个时候 也是这个真理 使我呢 整个思维思想有转化 感谢主 经过这样子的过程 照着尽量 我只能尽量 我没有办法 百分百 照着圣经而行 我尽量做 但是我把当纳的十一 弄清楚 处理好 当那十一之后 才算是奉献 当那十一之后 拿出来帮助人 给教会 建堂 或者怎么样 那才是奉献 这个我弄清楚之后 那事情就有很大的改变 感谢主 神也引导我呢 从五个人 一个团契 然后到最后 不知不觉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整个过程 弄到最后呢 我们现在 中国的教会 是一个 两千人的一个教会 感谢主 我荣耀 真的是归给神 因为 只要你百分百 相信 百分百冲出去 神就会大大的使用 你们 Amen 神会大大的使用 其实包括我在 使用我们 这个 我去到每个教会 我都很积极的 很热情的分享 这个真实 这个真实 原来每一个人都可以 我个人没有受过 神学培训 也没有受过 什么建立教会 不用 只要你愿意 上帝就可以 使用你 只是说 整个过程 我们只能学习 谦卑 跌倒站起来 继续走 谦卑 跌倒站起来 有时候不小心 骄傲一下 之后又跌倒了 没关系 站起来继续做 就会进入 丰盛的路 只有两三分钟 我要做一个总结 很快跳跳 做一个总结 神赐给我的 赐给我的 对 神有听我的祷告 其实 听一半而已 另外那三个老婆 还不知道在哪里 只有一个 孩子给我很多 是这样的 我们中国人 最想要的 上帝都给了我 妻子 孩子 车子 房子 银子 都给的 人家说 讲信仰 讲得这么现实干嘛 我就这么现实 那又怎么样 你笨我不笨 所以不要搞 所以不要搞属灵 搞 搞虚伪 这是耶稣基督 脱光光 在十字架上 他付了这么大的代价 给我们交换回来 我们在这个世上 要争取到 我们接受基督 预备给我们的 我们该有的 Amen Amen 耶 也是这样子 我要告诉大家呢 原来信主呢 是有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认知 信了主 使我们 什么好处呢 使我们是跟上帝和好 跟上帝和好 不是说 我有一个宗教了 不 超越过这 上帝和好 你跟上帝和好的话 就不得了 你知道吗 现在 若你可以跟习近平和好 那就不得了 我可以告诉你 跟蔡英文 不知道 习近平对吧 一样 但是你是跟上帝和好 这是第一 第二 不只是和好 你要换一个身份 换一个身份 你要成为他的儿女 又不一样的身份 你不是信徒啊 你不是礼拜徒啊 你不是 你不是只是一个属灵的人 不是 就是你不属灵 你是他的儿女 儿女有特权 就是你做得很烂 很糟糕 还是个身手出来 老爸我要钱 我真的要钱啊 跟他要 那你帮我嘛 你不给我 你帮我赚到好不好 可以用这个态度 因为是儿女 不是仆人 弟兄姊妹 不要回去做仆人 不要回去做仆人 不要回去受割离 好不好 保罗说不要了 你搞不清楚吗 不要回去当仆人 同工们 你们不是仆人 虽然有时候 属灵的话 哎呀 真的神啊 你照顾你的信使的仆人 这是客气话 没有错 但真正来讲 我们服事是我们 难听讲 难听的说 你的服事是因为 我当神的儿女 你当得太爽了 我出来服事 那又怎么样 不是我要做一个仆人 因为你一做一个仆人 你就回去 一个旧的方式 魔鬼就用那个方式来治你 我们不是仆人 我们是非常自愿 喜乐 很过瘾的 我就是要回应大使命 我今天穿的黄色的衣服 我今天做的事工 只是支持一件事情 念事情就是大使命 那件事情就是为 Blessed的这几位服务 Amen吗 我们给Blessed再次一个掌声 好不好 分享一下 下个照片 这是我太太跟三位女儿 漂亮漂亮 再下一张 我四个儿子 厉不厉害 这是好多年前的照片 那我们的老大已经19岁了 下个照片 这是老最小的 七岁 然后最大的 我们一起去日本滑雪 我们会 如果你在天上 因为我们一去就最少九个人 一去 我们是可以拿旅行团的折扣的 然后呢 这个 如果 你看到有一台飞机飞 飞是这样子飞 那是我们在上面 我们的小孩就是在那边 哇 吵闹啊 弄得乱七八糟 小的时候 这个还是要 要空解这个豹王 那个豹王 反正飞机要 若是这样子飞的话呢 蔡家在上面 下一张 这个大儿子够帅了吧 来 再下一个 感谢主 答案出来了 是什么呢 神的道 等于成功 成功是什么样呢 成功不是你是最有钱的人 丰盛不是 但丰盛是刚才 那个视频有说的 我有跟大家讲 丰盛说你钱 够你用 你又可以拿出来 帮助别人 你的时间够你用 你可以拿出来帮助别人 你的知识够你用 你可以拿出来帮助别人 你的健康够你用 你又可以拿出来 帮助别人 你各种各样 够你用 又可以拿出来帮助别人 那叫做福悲满意 跟隔壁说 愿你福悲满意 下一张BBT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马太福音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一二三 如果我们活着是靠着神的话 那就不一样 不只是单靠食物 圣经很清楚跟我们讲 我们再看下一个BBT好不好 下一段经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一二三 你的话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所以弟兄姊妹们 当你的成功的元素 的公式 少了神的话语 是不稳定的 当你把神的话语 再放进去你人生的一个公式的话 那就不得了 不是要搞属灵 一直研究 一直研究 翻来翻去 把它翻到破为止 然后呢 在里面写 写有什么感想 有什么认为 填满它 因为这是我们需要的食物 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非常鼓励 我们基督徒不可能 搞不清楚神的话语 搞不清楚的话 你活得绝对不会进入丰盛 你以为你是丰盛 其实不够丰盛 你以为你不错 是神要给你到那里 也是这样子 我劝弟兄姊妹们 你说一本圣经 我看到这个民书记 我就数学开始不好了 我有想睡觉了 不想看了 没关系 看创世纪 看箴言 看马太福音 看使徒行传 看这五本 看四本 四卷 看 够了 够了 你成为一个打一百个的人 若有这四个 看到后面的话 别的也看 那就不得了了 看这个 兄姊妹们 之后 你所做的一切 就不会再 好像这个牧师这么说 你就觉得是这样子 那个牧师那么说 你就觉得这样子 另外一个牧师那么说 你就觉得这样子 那你的公式一直很乱 看圣经 牧师所讲的 都是参考 因为圣经会说 对 他讲的就是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 就是这个意思 我查前面 我查后面 是的 是这个意思 你们的牧师非常敢讲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交换的 包括物质上的丰盛 他本来富足 他愿意成为最贫穷 连裤子 连那个内裤都没得穿 挂在十字架上 外面看电影 那个是假的 那个是有穿内裤 是没得穿 就是他是变成零 使我们变成一百 最笨的人 只要永生 不要丰盛 我觉得很笨 因为他给我们的 就是这两个 我希望呢 有机会 跟大家可以做 更多的分享 我的热情 是要看到 我们的弟兄姊妹们 就好像起诉了 来讲 在这个地上 执掌王权 Amen Hallelujah 谢谢 感谢主